其實你減肥 很容易只有減到肌肉 沒有減到脂肪 所以一定要吃飯 是 所以就說很多人 是澱粉都不吃 是不行的對不對 澱粉不是一定 大概第二個禮拜 就遇到停自棋了 對 所以晚上我們就會鼓勵它 因為晚上你吃半碗飯 很多我們的減肥都怕怕 可是它一吃 比如說吃半碗飯 或是一條小地瓜 但是它體重就想下來 可以試試看這種方法 是 好 再來一個關於空腹的疑問是什麼 就是空腹吃維他命 元氣滿滿最健康嗎 我自己的經驗 空腹吃維他命B群 我就有點噁心的感覺 我沒辦法吃維他命B群 所以我大部分的保健品 維他命一定都是要吃的東西 只有墊墊肚子才能吃 我覺得基本邏輯 應該要有一點東西在肚子裡面 要不然是直接跟你的胃腸 在那裡磨怎麼好 所以王醫師 因為這個維他命裡面 我們知道維他命 包含水溶性跟脂溶性 如果一般是指於脂溶性的維生素 包括B群或C的話 基本上它基本上是水溶性的東西 它基本上你空腹吃 原則上是OK 但我剛才有強調說 很多人對B群那個味道 是滿反感的 而且如果你空腹吃的話 你打嗝的話 會打出那種嗝裡面要味道 而且我們知道 維他命C是屬於比較偏酸的 如果你空腹吃的話 有些人對腸胃會受不了 反過來說 如果是脂溶性的維生素 包括AD、E、K的話 它本身這些東西的話 它必須要有油脂類 基本上油脂類 如果你吃完東西的話 再配合這樣吃的話 基本上它對油脂性的那種 維他命它吸收效果是比較好 所以一般來說 除非說你已經養成習慣了 否則有時候大家 我們比較不建議 空腹吃綜合維他命 還是吃飽飯之後再吃 這樣整個吸收就好 有什麼保健品可以空腹吃嗎 應該說保健品要空腹吃的話 其實一般我們要聽到 膠原蛋白的話 基本上空腹吃的效果會比較好 如果吃完之後 再配合一個維他命C的話 它整個膠原蛋白的吸收會更棒 OK 好 所以阿二姐 你都什麼時機吃維他命C 我基本上是 但是我一定會吃過飯以後 我才吃 我大概不會選擇空腹 對 我都覺得怪怪 肚子雷東西 對 因為我會覺得 那個跟你的胃在那裡磨 而且我真的很害怕 那個打嗝起來 那個藥的味道 很不舒服 所以基本上不管是B群 綜合維他命 或者是維他命C 對 其實空腹吃都不好嗎 對 基本上其實 不過一般另外一個觀念 它會有人會喜歡 空腹吃的最大原因說 一般B群的那種 所謂的水溶性的維生素 如果你在睡前吃的話 你本身經過那天晚上吸收的話 我們都知道 吃水溶性的維生素 你可能早上吃完B群 你可能前面兩泡尿 那個藥味都會很重 很黃 很黃 表示說你的吸收效果 不是那麼的好 可是如果說你可以改成 在睡覺前吃的話 你可能早上起來發現說 你的那個尿 本身就不會那麼黃 可能睡前吃B群會睡不著吧 這就是重點在這邊 如果是你本身是屬於 吃了B群會睡不著的話 那你反而就又不適合 所以說基本上其實說 到底要不要空腹吃維他命 或是睡前吃 或是說飯後吃 其實有時候病 你可以自己考慮一下 自己的體質 然後考慮你吃的東西 像你本身如果要這樣吃 魚油之類的維他命的話 本身魚油的話 可能飯後吃就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基本上還是有些差別在 所以我們也不是故意要睡前吃 因為早上就忘記吃了 就想說那要不要給它補回來 還是就如果忘記吃就算了嗎 就算了吧 是就算了嗎 我是覺得B群晚上吃 真的好危險 其實我覺得B群 不是必須要補充的東西 就是說如果你蔬菜水果 有吃很多的話 你一天沒吃B群也不會怎樣 B群其實是在你這段時間 真的比較勞累的時候 你可以這樣補充 其實我要講一個保健食品 就是鈣片 鈣片的話 它其實是有些人它 因為它有的人吃 因為現在外面房間 鈣片都是碳酸鈣 碳酸鈣容易有一些便祕的問題 所以如果它是 它在吃這個鈣片的話 其實它是可以隨餐咬碎吃的 它反而是也不是飯前 也不是飯後 它是在餐中 它又要咬碎來吃 但它就比較不容易影響到 一些所謂可能不好融解 這件事情 如果你真的是B群的話 B群通常都是水龍性的 如果你沒有那種感覺 其實你飯前吃也沒有關係 可是如果你是中和的 一定寫中和的 你就是都幫它飯後吃 因為它有ADEK對不對 對…所以你就很簡單 我通常都會跟我們的 那個病人就講 你就飯後吃好了 你就不會有任何什麼 一下子誰要吃誰要吃什麼 忘記就算了 忘記就算了 因為它其實也不是 不要太執著 也不是一定要補充 如果說維他命吃錯時間 其實會有什麼影響嗎 其實影響基本上不會太大 因為中和維他命 基本上它是屬於保健食品 它是安全的 不過像可以有一個建議 其實這種保健食品 並不需要每天吃 有時候我們會跟病人講 你一個禮拜可能吃五天 休息兩天 你也可能一個月休息 吃個三個禮拜 休息一個禮拜 因為畢竟它只是維持 你一天一個基本的量 除非說你一天當中 真的是都在外面吃外食 而且吃的東西 都是非常不健康的垃圾食品 那一顆綜合維他命 對你來說就有點重要 否則如果真的婆婆媽媽在家 有幫很多家庭 有準備這些東西 其實這些東西 它不是那麼的必要 也不是那麼必須的 對 而且不要把這個變成說 好像今天沒吃到綜合維他命 好像在吃藥對不對 對 就像你今天好像沒有元氣 沒有滿滿 對 謝謝你降低我的罪惡感 是 好 所以維他命有很多種 那如果說你真的會搞壞的話 就飯後吃 飯後總是比番茄好一點 好 再來就是空腹運動 可以燃燒更多的脂肪嗎 像我先生呢 每天一起床第一件事情 就是喝了一大杯水之後 就去跑步了 都是空腹去跑步 是 可以燃燒脂肪嗎 黃醫師 如果以蔡大哥他每天跑步 一定會超過半個小時 甚至一個小時才回來的話 我告訴你 他會燃燒到脂肪 他到底去哪裡 我都不知道 可以吃東西